這歪定其久 吃完紅髮也這一團 飛鱷魯夫把四頭霧認成像人葵交水 上面還有太陽普龍也修斯 大概是因為像人葵吧 所以才讓他登場 之前罵著的故事線就這樣沒了嗎 我還以為會接到皇后那邊 還是說接下來會看到百帥這一團的飛鱷魯夫斯 來的故事 幾小時前胖個六號這邊 他由政府的迷你布的是本體 就連貝加龐哥的分身都是按殺目標 我實際上就有說兩邊不像是一場交易 表面上可能有一些利益交換 但實際上雙方都不這麼認為 他這裡也有講 他現在給吃點死的命令是殺掉除了他有本體 以及地下人質 他已經把那些抓了CP當作是交易的籌碼了 所以明顯政府不會白白把天龍人的資格給他 那我上次說的沒錯 他不只是想當天龍人而已 而是想把天龍人變成他喜歡的樣子 飛鱷魯夫也說天龍人就是垃圾 身為分身的他一起研究也覺得知道 他怎麼可能會想要成為那樣的垃圾 更多的是得到天龍人的權利吧 這裡也提到說為什麼實化他 上次我也有講過 簡單說就是不被人發現 另外就是他本身並不強 然後最後跟吃點死說 研究所還有一個地方絕對不能破壞 這裡也講的就是玻璃在的房間吧 那他會這樣講就表示大雄記憶中 真的藏著非常重要的事情 反過來如果對胖個六號來說也很重要 那他想要成為天龍人 那這裡面一定有談判的籌碼 能夠對政府構成威脅的也只有空白的歷史 剛才大雄知道的事情還真不少 現在越來越覺得貝加龐克改造大雄是為了保護他了 說到這裡也有新的線索了 之前巨蛋打開的時候 其實胖克六號仍是跟大家在一起的 但我們可以認為是他命令吃天使去做的 可是這邊都有看到了 他下達的就只有殺人指示而已 而且還近不見當時監視器是沒有拍到控制室裡的人 所以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難道我又要再講一次卡里布了嗎? 再來畫面就是大家的逃脫 最後一個畫面是黑屋仔這團體 這跟後面紅髮提到了有關 來紅髮這邊 有上面看見很多的海賊團船長打在基德面前說 想要接到紅髮就必須通過他們這一關 基德看到就說紅髮旗下的海賊團怎麼看起來那麼廢 基德說裡面還是有看到一些有名的海賊 紅髮要所有人避開他來對付 這裡提到紅髮旗下的海賊團實力為什麼會那麼稱之不及 這也是因為紅髮保護了很多落的海賊團 把他們說他旗下用四王的名號讓他們得以在這邊大海上生存 最後是為什麼紅髮旗下的海賊團會被稱為最弱的原因 紅髮的船員本來要出手但不要阻止 要他們別小看年輕人的成長 那這麼看來基德現在的實力已經跟紅髮的其他船員都差不多了 他還問基德的傷勢 決定對方能全力應戰 然後又提到黑屋子的動向 紅髮以為黑屋子會去核治國 結果沒有 黑屋子應該是想要入標歷史本文 他知道三船長手上的拓本 但是直接去核治國會遇到三船長 他能對付了 他等到三船長分開後才足以擊破 紅髮來核治國就是為了阻止 但卻沒出現 也解釋為什麼紅髮要來埃爾巴夫 都是為了要找黑屋子 那我們剛剛看到黑屋子去了Aggle 從核治國出發有三個地點 1V那 2V是Aggle 3V是Aggle 黑屋子前面兩個都去了 剩下埃爾巴夫 紅髮可能想要讀武看來到埃爾巴夫 結果卻是被黑屋子完美迴避 目前紅髮並不知道黑屋子在哪 這裡紅髮看了看基德的資料 第一篇基德發動攻擊 紅髮竟然是看到未來 他看到旗下也直接團得嚴重損傷 他直接以神臂反擊 然後放倒基德 看到快掛掉了基德 船員直接拿出路標歷史本文偷降 話說這一段怎麼跟之前大媽那麼像 羅基德的船員都表現有過懦弱的 他們交去的看起來有四份 但奇怪基德手上的路標歷史本文應該只有兩個 凱多手上還有大媽手上的 他還沒有見到火少男 就算火少男手上有以前在魚人島那一塊 那基德也還缺一才對 難道他們本來就不打算交出去 這是假的 他們只是想要救基德 除了路標歷史本文 基德也確實找到過幾個 像是凱多城堡裡的 以及大媽手上的另外兩塊 基德東立與陌落基直接補上霸果 解決基德來這一團的其他人 看來有人說紅髮這一下超越羅傑 我不是很認同 事實上情況不同無法比較 因為當時羅傑並不是要殺死對方 這裡跟紅髮的人事有關 紅髮曾經有講過他絕對不會原諒傷害朋友的人 還用劍尾車看到基德攻擊旗下也這一團 這一點讓他非常的不爽 他完全不是手下留情 所以他有講過 當拿出槍對著人的時候 就是要賭上性命 對比基德拿出電磁砲攻擊 所以這一下並不代表紅髮超越羅傑 有一個人 G-16 最好的